大家好,我是Lan哥 走一看世界,剛剛上了一條新片 這條新片也是在我生意失敗經的化妝品片 抽出來的 說什麼呢? 當時我家化妝品公司用了別人的相片 相片有版權的,被那家化妝品公司告 在這個過程中就要打官司 打了兩堂,兩堂其實我也輸了 其實法官說罰很少錢,罰9000元 除了罰錢之外,對方律師就要 把你200萬的律師費 即是兩堂 我這邊也用了20多萬 那邊就說用了200多萬 就要追到200萬的律師費 有什麼辦法不用付200萬律師費 還可以今時不脫渴呢? 我這條影片就有說了 我為什麼會突然做起這條影片呢? 因為昨天說到沈明年 大家都看到他整件事發生什麼事 因為漏水 然後跟發展商商談了很久 怎樣維修 又怎樣延遲付款 又怎樣修正好 後來你看見他好像沈明年 單方面說 他有很多證據在手 證明是發展商的錯 既然我們單方面聽見你這麼多證據在手 為什麼你又不敢打官司呢? 那我就在這條影片後面 就分析了為什麼沈明年 就不敢跟這個路徑打官司的原因 而八婆研究所呢 就將會說這個淘寶 終於在香港運下來的免運費 因為以前淘寶賣東西 運來香港是要給一個運費 運費也挺貴的 尤其是買些便宜的東西呢 隨時運費就多於那件貨品的價值 在這個八婆研究所的影片 就教大家怎樣使用免運費 這條影片是很短的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5分58秒 即6分鐘都不用 大家可以過去順便看完 因為這兩條影片 都在生片推介 就不太長了 現在就兩分多鐘 就在這裡結束了 我會把這兩條影片的連結 放在下面留言區 在字頂位置 大家直接貼入去就可以看到了 那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聽和收看 拜拜